因为拉姐里跟曾庆文都是来自于湖北的 你们湖北有没有什么特质 可以训练到你们有这么好的成绩在网球上 脾气很火爆 我不知道可能都有一颗获胜的心 香港网球公开赛降于10月26号举行 中国前女子职业网球选手 两座网球大满贯单打得主李娜 将担任赛事总监 近日李娜在香港接受了各媒体的采访 现场气氛轻松活跃 采访中李娜以其一贯的幽默风格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分享了她对中国网球发展的看法 退役后的生活以及她对即将到来赛事的期待 2014年李娜应商退役 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国晚鞋 和所有的球迷向李娜道一声 我们会有女儿骄傲 时隔十年 我从来不会觉得任何一个球员的成功是昙花一线 因为他们为了这个成功会私底下会付出很多 其实现在中国网球的氛围都非常好 不光有女子像男子的 现在大概有三个人左右吧 是在前一百的 张旭军最高排也排三十几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因为我觉得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 我最怕接受记者采访就是你们的男子在哪里 对我觉得现在最起码 现在中国女子球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用再回答这个问题了 郑清文夺冠后 网球热潮席卷全国 李娜在回应年轻人对网球的热情时 对有志于网球发展的青少年提出了建议 当聊到退役后的生活 李娜又幽默地与记者分享起 她保持良好状态的秘诀 香港网球公开赛即将举行 作为赛事总监 在谈及比赛的筹备工作时 李娜表示 希望为参赛选手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 同时也致力于为观众营造良好的棺材环境 来参加的球员会很多 然后我们会尽量地去满足球员的需求 对当然也希望可以为所有来看比赛的球迷 为他们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些环境 我是希望可以 我们可以扮成像那种嘉年华一样 多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